HELLO 又是我安迪啦 我們這次就來了大阪的關西國際機場了 為什麼來這裡? 就是因為現在趁不需要有限制的時候 快點再來一次 不然遲些又要針卡就麻煩了 這次來關西我就坐了靈魂機 靈魂機因為你要放棄你的靈魂 捱一個通宵才可以來到 才可以玩到盡 來到日本之後 記住現在他們已經用了Visit Japan 這個新的電子登錄系統 記住早點去登記這個帳戶 由於今次我不是先去大阪市區 今次我先去京都 所以我就不搭右邊的南海建鐵 就改為搭這邊的JR JR你可以來這裡才買票 當然 但如果你在香港的KX網站買了 先去找綠色的售票機 看到綠色的售票機 就可以去換票 如果你不認識的話 你也可以去JR Ticket Office 裡面換 我們現在就去換票 如果你是去梅田 新大阪山那邊 都可以搭JR 都會方便一點 但如果你去南坡的話 我建議你搭回南海電鐵 就會快很多 我們今天就去京都 來到這個綠色機 你可以在那裡 你可以按這個 旁邊的中文 因為我們之前已經買了票 我們只需要在這裡 檢查這個QR Code 選擇今天 它很嚴謹的 要你出事買帳戶 你就把你的帳戶放在這裡 檢查 然後它就會出票 好了 那你就拿了車票 好了 我們拿了票 就來月台 看你自己搭哪個車 不要認錯 因為Limited Express 即特急的話 是去京都的 另外那些車 就去大阪 如果你是 剛才我們拿了票 之後 其實你可以選擇指定值 在那個機器那裡 選擇指定值 之後 就可以下來月台 大概半個小時 一班 去京都的時間 大概是一個半小時 這麼快 我們就來到京都 我們這次選擇的 就是這個 蓮花青君之奶野 不是 蓮花之湯 野奶 希望不要奶野 真的 這一個 就是一個比較 新少少的 在Dormi Inn旗下的 一個 溫泉酒店 來的 這一種 溫泉酒店 你就不要想著 跟北海道那些 的形式一樣 因為 其實它都是一座 很大的建築 然後 裡面有不同的湯 這樣 你就不要想著 好像北海道那些 有自己的私家湯 其實這間酒店 都是一個 連鎖酒店 但是 就是比較新正 和美 我們究竟上去 看看房間 美不美 Hello 大家好 我們已經上到來房間 我們現在來一個 room tour 看看這間酒店 有沒有 我沒有站 一進來 我們轉個彎看看 你看看 有一扇門 兩扇門 三扇門 四扇門 連我自己進來的那扇門 這就叫做 五門歸心 為什麼會這樣呢 我們逐扇門 看看有什麼 的 玄機 看看左邊的一扇門 咦 這裡有一個 挺好的 雙人房 是 有電視的 哎呀 好歎 這張床 這張床 在日本酒店來說 已經算大 我告訴你 這裡有五呎 這張床 好 這裡有一個 很漂亮的窗門 可以看到外面 好 我們看看另一扇門 看看有什麼 哇 進來參觀一下 這間房子很漂亮 有廳 有電視 有 一個客廳 讓你可以在這裡喝茶 咦 這裡又多兩張床 這麼神奇 為什麼會這樣 我告訴你為什麼會這樣 就是因為我訂房子的時候 發覺 如果訂房子 竟然 比這間房子再貴100元 是不是很神奇呢 那我沒有理由 既然只有100元 不是 便宜了100元 現在這間房子 是比普通的單人房便宜了100元 那沒理由不買這間房子 你說是不是 我們再去看廁所和浴室 看看如何 好了 廁所是和浴室分離的 都是一罐日本酒店的廁所 有一個智能充斥 有這個智能充斥 有這個智能充斥 接著就到這道門 這道門 進去 就看到我自己 哈哈 好了 那這裏是浴室 這裏是洗面茶的地方 那因為呢 其實它是預了 你是四人 四人住 那這裏是浴室 那不算是很大 那這裏是浴室 那但是呢 因為這個是溫泉酒店 那這個其實就不需要太太了 那我們一陣下去 看看溫泉究竟會是怎樣 應該不能拍 不過可以拍個入口給你看看 那在酒店呢 其實呢 它就有一個餐廳的 那這個餐廳呢 特別的地方呢 不只有做餐吃的 那其實它是每晚呢 在9點半至11點的時候呢 就會提供一個免費的拉麵的 那其實呢 最好呢 就是說你去浸完湯之後呢 其實呢 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去吃這個免費的拉麵 那而且呢 那而且呢 在早上的時份呢 11點到下午3點呢 是有免費的乳酸飲品的 而3點到晚上的時候呢 就有不同種類的雪條呢 是任吃的 那我們今晚呢 就去試一下吧 這個酒店呢 非常之細心的 那呢 其實它準備好呢 英國國籃呢 給你呢 有這個浴巾 還有這個浴衣 還有一個 給你初露來的毛巾 那呢 就給你去浴場的 那呢 這個酒店 其實一進來的時候呢 已經除了 你自己在街外穿的鞋 要放在這個酒店樓下 那所以整個酒店呢 你可以赤腳又可以 如果你不放心的話呢 其實它呢 可以提供到這一類型的拖鞋 給你 可以穿下去的 那就 記住 穿好衣 先好下去 浸溫泉 如果不是呢 我一定是 酒店呢 就先看到這裡 想看更多京都的景點和飲食資訊 記得留意下一條影片 是不是 你 sized嗎 聽到最大的 你喜歡說 你喜歡看更多